不止年轻人能够玩重金属摇滚乐 长辈也能够一起来摇滚 台中老五老基金会在关怀据点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 教长辈学电吉他贝斯 经过几个月练习下来 长辈跟学生合作组成了乐团 这一天是在舞台上发表了成果 穿上了摇滚的牛仔背心演奏乐器 还将老歌改编成流行乐 现场嗨到最高点 幼稚的小朋友搭配轻快的音乐 跳起可爱的舞蹈 不仅是为活动打头阵 更是要让等一下要上台演出的长辈 舒缓紧张的心情 接着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重金属乐团重磅登场 里面的成员很不一样 是用年纪过百的长辈组成的 要带大家一起摇滚 很多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想说 适合想要学吉他等等 那我们这次特别导入了这个就是 剧团的部分 乐团的部分 那是重金属的乐团 让长辈呢 让他们有个机会啊 有个想说来学学吉他 贝斯等等 年轻人可以 其实我们高龄者也是可以的 那让他们今天特别呢 办这个成果展 让他们能够展现他们练习的成果 也希望大家多鼓励他们 透过音乐的部分 还有乐器 他们可以去演奏练习之后呢 他们也可以试着上台 然后把他们最有自信的一面 可以展现出来 这样达到我们可以延缓他们 试人试智的部分呢 也可以促进他们的社会参与 台中老五老基金会观察到 不少长辈喜欢唱歌音乐 因此就特别在关怀据点设计一系列的课程 这一次教长辈电吉他 贝斯 虽然长辈们一开始担心 学不会而有所抗拒 不过在经过几个月的练习下来 已经能够与学生组成乐团 一起演奏摇滚乐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困难的 为什么 小孩子都是有在上课 我们就是平常是无法说 来搭配这个 后来慢慢成型 长者也说这个是不是吉他 电木其他 我们怎么那个 后来我们都是真的客武 我们的长者越来越高兴了 后来就一直来 就是在一直在 越来越有兴趣 进来跟那个以前的不一样 我们里面的都是老黑啊 老黑啊 如果这个其他 这个是要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几掉 什么掉什么掉 大部分都是 好像是头脑有一点 一定是 我也觉得说 我们老黑来 我觉得没适合 没适合 那是说好啊 那就聊了对吧 聊了我们就 就一定要做到后来 很高兴啊 很感恩啊 让我们有这个五六 好参加 我们头来 我们也怕说 瘀不瘀 那后来就 瘀了就算大家有趣味了 年纪斑白的重金术摇滚乐团 可说是相当前卫 也相当的帅气 甚至还将老哥改编成rock风 透过活动 让长辈尝试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也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丰富了他们的不老岁月 介绍赵安台中仓报道